扭曲的史冠,二职的政治风气,让台湾充斥着语言歧视的暴力 大家好,我是高静苏美吉娃萨利 四月底在台中一中的园游会上面又发生了一个用文字和语言歧视原住民的事件 这一次是制作园游会海报的学生用了同音意志虐造出这个名字 看到这样的消息真的感到非常的沉动 但是痛心的不只是这几个拿侮辱当有趣的学生 更令人痛心的应该是政府这几年的族群平等教育 三年前我们在修订原住民族教育法的时候 我曾经在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执行提出了一个看法 我认为原住民族的教育不该仅仅只是原住民族自己的教育而已 它应该是面向全民的族群平等教育 我当时还特别针对歧视还有为歧视的问题 提出了族群相互尊重,加强族群平等教育的主张 修法的那一年不管是政府举办的活动还是大学校长的演讲 都一再地出现歧视原住民族的恶劣言行 后来尽管反歧视已经变成了教育政策的一环 但是修法后的三年来,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族的歧视还有为歧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已经不仅仅只是教育政策的问题 而是台湾当前的政治风气还有文化所造成的遏制结果 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透过各种形式强加给原住民族的殖民史观和心口不一的歧视言论 不断地将族群平等教育的一点点成果都啃食精光 民进党政府多年来在施政上所使用的那一种划分敌我 制造对立的粗暴政治手法 还有那一种非我族类齐心必毅的偏见心机 不断地在施裂着我们每天生活的社会 而民进党的网军拿着政府丰沛的资源 透过网络媒体用辱骂 羞辱 嘲讽 污蔑 强词独立 断章取义 颠倒是非 扭曲异议的散播方式 遏制地攻击他们的阵敌 这些行径也许让民进党当局一时得逞 但是却为年轻的一代做了最最错误的政治示范 有句话说 风行草叶 就是民进党这样真功为过的恶劣阵风到处的乱吹 影响到年轻学子的道德是非判断 我认为要为这次歧视原住民事件负起 最根本责任的应该是执政的民进党 民进党的法西斯作风不改 就算不断的歧视 检讨 惩处和道歉 也抚平不了原住民族所受的屈辱